其實這個地方債啊 包括地方財政枯竭 那麼其實對地方政府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但是這個呢 最近的這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嘛 這個財政部門出來說了 說地方債啊 他們這個誰的孩子誰養 誰抱 誰的孩子誰抱 那麼這個話說起來 可能不在行的人聽了覺得好像 那你自己還唄 但是這個事情其實在地方政府呢 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爆炸性的新聞 就是中共這種政權70年來 地方只要這個有債的時候 到最後中央一定會來背的 大家知道以前像包括什麼東北啊 或內地的時候財政不行的時候 到最後中央政府都鐵 那麼這應該說是第一次 他表這個態度說你有債我不管了 但是呢 這裡面為什麼地方它會火很大呢 就是說因為這個債啊 從我個人認為從根本原因上造成來講呢 其實還是跟中央的政策有關的 但是地方有責任 他怎麼亂花錢啊搞強開這些東西 但是它真正造成地方政府現在這種財政枯竭 可以說跟兩次稅改特別有關 第一次稅改中基的 那麼當時就是他做了國際稅分家 為什麼做國際稅分家 因為那時候中央財政沒錢 95年的分稅制改革 對那麼原來中央財政沒多少錢 地方上還比較有監獄 所以中央基覺得不行要改 改了之後呢 那把一些這個稅種 你像消費稅全部拿到中央 對吧然後這個增值稅 中央拿75% 地方拿25% 那營業稅就企業所的稅啊 一開始是貴地方後來又不行 又拿回來說中央拿50% 後來到60% 所以他這個稅改之後呢 就是基本上就大頭給了中央了 對 地方只拿小頭 但是地方上他要去搞建設 嗯 要衝擊GDP 要各種各樣企業發展 要要所有的這些公共服務 還有很多社會福利的問題 教育 對 退休 失業 還有醫療等等這一系列 都是地方政府要扛的這個事情 對 所以這時候其實地方政府已經 等於說他的盤子很小了 那麼這時候就逼著地方政府想掙錢 嗯 就政府啊 其實我那時候接觸的那些政府領導們 我跟你講他們天天根本就不考慮 什麼社會主義這個那個那個 他天天想我怎麼掙到錢 把我這個這個盤子給他做 把GDP做上去 那最後他想到一條路 就是什麼 就賣地 對 所以賣地 這個中國的房地產畸形發展 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結果 嗯 就我地方沒錢了 我要靠賣地來掙錢 那麼這個賣地一直賣到現在 賣到2018年的時候 那麼習近平又做了個改革 第二次稅改 這次改革是最狠的一次 嗯 一 就是原來地方上還有一些稅種的 就是地方稅種 沒辣 所有的稅種全是中央的了 我記得最炒的最多叫銀改增 對 是吧 營業稅改成增值稅 那就是原來營業稅大部分還是地方的 一到增值稅大部分 更 絕大部分全跑到中央 反正七十代拉走了 全部拿走之後呢 那地方的錢靠什麼呢 靠中央返還 哎 跟中央要錢不是那麼容易的 哈哈哈 管誰要錢都不容易 對呀 你地方要跟中央要錢多難呢 對不對 然後 原來我可以賣地嘛 嗯 但是2018年習近平又說 哎呀 房地產是不能用來炒的 對 怎麼花了幾條線 這一下子把房地產行業給搞懵了 懵了之後呢 那明顯的這兩年大家看著 這個地方財政它靠賣地掙錢 已經沒多少了 嗯 這種情況下地方商怎麼辦呢 地方只有一個辦法 發債 我拼命你發債啊 嗯 反正你會拖嘛 對 反正你會拖 然後發發發發到現在 中央也怕了 這麼多 然後他來一個 誰的孩子誰抱 我不拖了 那你說地方傻不傻了 地方全錢你收去了 對吧 然後呢 然後房地產呢 給你這麼一戳 又戳破了 我前面 然後這個 你在發債之後呢 你說你這個底不拖了 嗯 那地方上 我跟你講 他要不就是躺平 對 要不然他想我下面怎麼跟中央幹了 哈哈哈 你說的這個話題呢 就接到我們另外一個一個問題了 就是說中國經濟這種大幅度下滑 尤其是政府的財政出現大幅度問題啊 很多人說 對中共政府的這個整個體制啊 它有一個結構性的巨大的衝擊 秦鵬你覺得為什麼會有巨大的衝擊啊 比如說這個美國經濟也不好啊 也有金融危機 但他沒有說是對這個結構性的體制性的一個這麼大的衝擊 為什麼體現在中國它會那麼嚴重 因為在美國的話呢我們看到就是剛才郭主編講說這個 影響中國經濟啊影響接下來發展的那個最大的問題 實際上是國際關係 我覺得其實這是外面 內部的是什麼呢 內部實際上是老百姓沒錢 就是你看到中國的這個社會消費就是個人居民消費 它占整個GDP占到多少呢 36% 對 然後呢在美國是多少呢 68% 嗯 那麼加上政府的話75% 所以它整個發達經濟體基本上到最後都是靠這個 消費來去推動這個社會再往前往前走 對 但在中國不是 這種情況下你完全靠政府來去投資投資投資 最後問題就像這個李君講的對吧 最後相當於是整個的這個地方政府積累了巨額的債務 而且都還不起 而且沒有一個政府想還的官員都不想還 特地不想還 對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那怎麼辦呢 你想拉動這個消費拉動不了 你想這個讓地方政府把這個欲望 把這個借錢的這種口袋收一收 他也不幹 那怎麼辦呢 你這個又想這個政府呢還想去撈錢 還想去擴張對外比如說軍費或者將來打台灣 或者跟美國幹 或者呢去這個一帶一路非洲大撒幣 對 對吧 這個錢又從哪來呢 對吧 所以這實際上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你要靠從企業去收 你還是說是從在印鈔票 所以這種情況下它其實都會演變成什麼呢 政治問題 對 那麼政治問題怎麼去解決 變成呢就會演變成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這種博弈 對 那麼老百姓的話呢又和這個地方政府去博弈 對 對 整個最後弄起來就變成了一個社會的這樣的一個這種矛盾 集合體 所以最終的話我們可能會看到在接下去 那麼官員們去討薪 對吧 因為官員們現在也沒錢了 對吧 現在給他們降薪等等 就是說它會演變成相當多的這種社會問題 而在美國它本來是相當於小政府大社會 那麼只要老百姓的話它能夠去正常的去生產消費等等的話 它就會社會就良性循環 而中國的話因為它就是政府老管的太多了 所以最終的結果的話那這個矛盾你將來也會爆發到這個政府這邊 對 剛剛秦鵬說了幾個很很重要的事 我講我自己的故事呢 我住在這個一個小鎮 在美國一個小鎮 我們那個鎮呢其實人也不少 說起來也有兩三萬人口 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那個鎮政府是什麼 鎮長是誰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然後我有一次投票我就去看 說這個鎮怎麼回事 原來是這個整個鎮只有一個委員會 一個consul 他們呢是用州政府返回來的那一點錢去投票 哪一個管理公司願意幫我們管這個鎮 所以我們那個鎮長實際上是一個管理公司來管的 所以我們根本看不到 什麼這個殘血什麼東西都是他們自動就做了 所以我們從來看不見 我們就不知道這個裡面還有一個鎮政府 我們只知道有一個consul就是誰願意出來講話 是什麼什麼 所以我們那個鎮也沒有額外的稅 就靠返回來那一點點錢 你們哪個管理公司 因為我想到這個我想在中國如果這樣一個鎮 你想想有鎮長有黨委 有複聯工卿團然後公安局派出所一系列的少說幾十個局 少說也有幾百號人對不對 那那個當然就是老百姓的負擔了 就是老百姓的負擔 但中國現在問題就是當你經濟不好的時候 其實這幾百號人呢是拿不到錢了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吧這樣說朋友 這是縣一級的 是縣委書記 他說他去年下半年就開始 他也要減薪了 減了多少 減了六千塊 公安局減薪可能比他還多 派出所的警察減了很多 很多公務員減薪 問題在於中國共產黨他對社會的這個控制 他依靠的就是這樣一個體制 一個基層的機制 每個人都把你盯死 當我沒錢的時候我憑什麼盯你 所以我看到一個那個視頻 有一個老百姓掛了一個什麼習近平是什麼 就從這個警察旁邊騎單車過去 警察不理他拍視頻的人說 這怎麼都不抓不理了 看不見了我覺得 躺平吧 躺平的一個表現 是不是這個躺平會非常嚴重 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 對 我其實跟中國國內的很多人 現在還保持聯繫 對吧 就是說你會發現的話 你有一個大家幾乎是所有人共識的 不管是官員還是軍方還是什麼老百姓 就是當提到說這個習近平的時候 大家基本上都在罵 就是說當這個情況下 其實你能夠體現出來是中央政府和這個 整個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階層 都發生了這種矛盾 將來的話一定會爆發出來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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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